大家好,我是MASA 這一次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用海鮮跟肉一起做非常豪華的炒麵 原本的想法是 我有參考了長崎漿泡 就是日本九州的麵料理 但是我不是九州的當地人 做法不是很傳統的 所以請各位名字不要太介意哦 只要參考做法 大家開心做菜就好啦 好囉,那我們就開始做 那這些調味料可以自己調整 白色換成黑色也很好 接著你要看 那麼 Ivan,我們用濾烤就好了 吃也是 看了 拾ivia 五 BER 最後 做一 rehearsal 這完好吃 一person 一本 差不多 Wireless s 如果要更多綠色的話,加入爐繩、豌豆都很好 肉片我用了五花肉,換成美花肉或者是牛肉片也可以 這些肉類不用加熱太久 看到變成金黃色的話就可以馬上拿出來 利用豬油繼續炒其他材料 雞肝皮 鹿 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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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留高粒菜的口感 翻炒一下下就可以熄火 像这种用的很多种类料做翻炒料理 全部一起放入锅子加热的话 很容易出水 所以最好是菜跟蛋白质就是肉类 要分开加热 海鲜类本身已经有咸味 所以不用加入盐包 这一次我没有特别过热血之类的 如果需要的话先用热水冲一下再放入锅子里 那后面的动作要稍微快一点哦 不然加热太久面变成太软 预防太白粉结块 我的习惯是先熄火再倒进去 确认太白粉都有均匀 散开之后再开火 看到这样子有稠度出来就可以熄火啦 OK 这样子就有非常好吃的 这次我们要加热水冲锅子 完成啦 有勾芡的酱汁 很会粘在面条表面 每一口超级好吃 而且有微微的酸味 非常的清爽 如果要辣的话 撒一点鸡味粉 或者是淋一点辣椒酱也好 这一道也是我有吃的非常的开心 然后发现 There was something missing 忘记加入绿色菜 没关系 下次再用就好啦 希望大家享受美味炒面 谢谢